专业 大家一起來 Action 我覺得這是我選雙打的原因 有一個人可以在背後去做支撐 那遇到所有問題 只能依靠對方一起度過這難關 就像我這次打奧運 他就講了一句話就是 你盡量去衝 後面有五 我們是一起去面對問題 而不是孤軍奮戰的感覺 就像防疫一樣嗎 對 就跟防疫一樣 接種疫苗 提升防禦力 出門戴口罩 保護自己與他人 保持室內1.5公尺 戶外1公尺社交距離 肥皂勤洗手 內外夾攻大力丸 落實防疫基本功 一起為台灣拿下防疫金牌 台灣加油 比完賽可以放鬆了嗎 當然不行 就跟防疫一樣 好 天啊 好 天啊 天啊 操盘战匠 大家欢迎收看操盘战匠 今天我认为是一场震撼教育 各位大盘拉回363点 一根长黑K棒 老师如何解读 老师空头要来了吗 空头的警报要响起了吗 为什么今天这一根长黑K棒 为什么会大跌363点 美国股市昨天跌500多点 跌了500多点 为什么跌500多点 因为美国FED主席讲话了 通膨 我跟你讲的通膨又来了 冷饭热炒 奇怪了 我以前在讲大通膨时代的时候 我记得我拿这张字卡出来跟各位报告的时候 亮相的时候 大家是耻之以鼻 大家也不认为说这件事情会发生 我在预告说大通膨时代要来了 我不是说我是先知先觉了 而是说好 终于FED主席Bauer 美国的通膨压力会延续到2022年 是不是已经来了 来了吗 早就来了啊 不然航运为什么涨那么多 为什么很多的东西都在涨价 为什么台积电连电他们的产品报价要涨价 很多都在涨嘛 所以我那时候跟各位讲 各位要来了 只是那个时候有些股票还没有去反应 因为市场绝大部分的资金 对我这一块来讲的话 还不是太多的认同 好了 重点来了 各位 现在他这样讲的 FED主席Bauer这样讲的 好 美国这样讲 他说推升通膨 就因为通膨的议题 让人家联想到是不是要升息 本来说2023年要升息 现在改了2022年的年底 那升息的一个时间点会不会提早 这就是美国人在担心的这一块 其实升息又如何 为什么我们都把升息当作是一个洪水猛兽 过去FED也升息过 那时候美国股市有崩盘吗 没有崩盘 台北股市也没有崩盘 顶多拉回修正一下而已嘛 那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大惊小怪的感觉 因为什么 因为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 所以我跟你讲 各位 今天大阪拉回了300多点 我认为是黎明前的黑暗 黎明前的黑暗 各位你看到曙光了 就好像你到一个隧道口里面 你看到一个隧道口里面 你开车走进隧道 远远的 透露了一丝光芒 各位你快要出隧道口了 你快要出隧道口 我知道今天很多股票拉回来跌很多 包括航运也跌很多嘛 可是你看这支 有没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那钢铁股今天也跌一些 但是你看中钢 我跟你讲 这是一种密码 这是一组密码 我不知道内行的人 应该外行的人可能看不出来 内行的人大概会看出一些端倪 我知道今天很多股票在跌 好多股票都在跌 可是我问大家 我们台湾的基本面 这样好了 因为台北股今天跌363点 不过我说实话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听到说 国外的一些厂商 把我们的订单给它取消掉了 因为我们8月的订单 不是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吗 那我去问一下竹科的那些人 他们说没有啊 我问他们你们订单有没有掉 没有掉啊 而且搞不好还会有转单 为什么 因为大陆限电呢 中国的限电令 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在大陆生产的 因为怕限电嘛 影响他们的制程 影响他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时间 会转到台湾来 台湾又会受贿了耶 台湾又要准备受贿了 你知道吗 因为竹科的人跟我讲说 听说公司高层 我跟他们讲说 好像会接到一些转单的 一些单子来 这又是台北股市的机会啊 这是第一手的消息 我先跟你讲 转单的效应又要来了 没有那么差啦 各位 如果那么差的话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听到说什么 国外的把我们台湾的订单给取消 没有啊 没有取消订单啊 你在看到我们这阵子的 八月生产工业指数 工业生产指数 单月新高 为什么 你知道现在美国很急 你中国限电令 我耶旦节要来了 我感恩节要来了 你有没有办法出货啊 他们都要补库存 他们库存比较低 他们现在库存蛮低的 他们要赶快补库存 赶快问那些船商 赶快问那些生产的厂商 要备货啊 美国也是啊 所以我跟你讲说 各位 我们景气没有像大家所想的这么糟啦 景气扩张力道逐渐在增强嘛 所以今天的拉回来跌300多点 纯粹就是一个心理 看到美国股市在跌 看到亚洲股市在跌 我们也跟着一起跌 对不对 当然各个产业也有一些利空灾 也有一些利空的消息 负面的讯息出来 但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有些股票的拉回来 我认为是必要之二 必要之二 这是一种清洗筹码 这是一种重新大洗牌的一个最佳的方式 因为今天10月1号 各位第四季了 第四季要来了 每年的第四季 我跟你讲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做梦的时间点 梦要来了 老师 今天跌了300多点 应该是噩梦吧 不是 我认为不是噩梦 我认为这是在做最后一个 一种洗牌跟沙盘 有些股票搞不好有破底翻 你听我这样讲 破底翻 注意 有些股票可能会有破底翻 哪一些 电子还是传产 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 这次新闻讲到说 今天这是今天的新闻 他说 我们第四季的台北股市 传产胜率高于电子 来我问你 你同意吗 老师 同意吗 你同不同意 你觉得 这优关我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聊 聊这支 老师 今天电子股 金融股 传传股 全部都挂掉 看不出来 下个礼拜 你下礼拜就看出来了 怎么看 你看我的嘛 你看我的股票嘛 我告诉你 下个礼拜会长什么 好不好 会长什么 好不好 我跟你讲 我不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传产跟电子 都有标股 甚至是腰股 什么叫腰股 就是涨100%以上的 涨倍数的那种腰股 我认为传产有 电子也有 这是我的看法 他们说传产胜率高于电子 我觉得 我觉得不要太小看电子股 有些特定的电子股 在第四季 也会走出一个新的格局 有些股票涨幅 可能会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为什么 为什么 各位 通膨 你说通膨要来 是通膨来了 是如你所说的 大通膨的时代要来了 可是 真的吗 会吗 各位 你看到这个 培根40年以来最贵 这实物 除了能源危机以外 会不会有 粮食危机 除了现在有能源危机以外 会不会有粮食危机 你觉得会不会有 各位 这也是今天的新闻 我问你 我们台湾的房子 最近是不是在涨 现在全世界房子 房价都在涨 对不对 我们台湾的房价 有回去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最近在看房子 你有没有最近在看房子 人家说 老师那奇怪了 我们不是有 那个房地合一 还有十家登陆2.0 奇怪 怎么房 央行不是有在打房吗 怎么越打越贵 越打越涨 为什么 因为房子保值 因为房子抗通膨 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你看到这个新闻 工业细架标 太阳能链在寒涨 为什么 因为中国限电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像这只 安吉 或是上尾投控 或是我先前跟你讲的这一只 太极 有没有 4934的太极 好像还蛮抗叠的 我跟你讲 各位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我告诉你 我们那只绝对不会错过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十几财 这是下一波的十几财 你看到的负面 我看到的正面 你看到的危机 我看到的转机 各位 通膨涨价 加上能源危机 准备大抢十几财 其实台北股市有些股票 我告诉你 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有些股票也快要压不住了 你知道吗 虽然今天下点股票比较多 甚至有些股票 今天是收黑的 但下个礼拜 那就不一定了 那就不一定了 各位 人员危机 不要小看它 中国的限电 你知道最近 抢煤的大战 好像已经发生了 抢煤 抢煤矿 因为什么 你看那个天然气 这也是今天的新闻 亚洲天然气吃紧 今天冬天还要再涨 煤矿要发电 天然气也要发电 现在因为吃紧的关系 也要涨价了 你看这条船 要载什么 载天然气 船会不会涨价 抢煤矿 煤矿要用什么 要用什么来装 我跟你讲 这是机会 这是一个实机材 我认为这是一个实机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因为我们今天在聊 我们在聊这件事情 我说 如果欧洲跟美国的央行 都已经正视这个问题的话 那思想上的知情 一定会往最有效率 最有梦想 最有题材性的方向去走 那这一块 OK 因为美国主席 美国FED主席包 已经打包票了 没有错 真的有通膨 要不然我问你 你最近的一些民生 你到外面买东西 你买的东西 有没有涨价 路边摊的东西 有没有涨价 卫生子有没有涨价 不要说房子 房子有没有涨价 房价有没有在涨 你自己也知道 很多都在涨 油价也在涨 什么都在涨 很多人薪水都没有涨 为什么在涨价 因为通膨要来了 通膨要来了 所以我跟你讲 你现在不要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你一年定存才几% 还不到1% 这个通膨随便都2%3% 随便都2%3% 你钱放在银行里面 一年定存不到1% 通膨就把你的利息给全部吃掉了 你的钱会越变越薄 你还不能投资 老师 老师 那投资什么 投资什么 投资太阳能吗 还是风力发电 还是一些储能设备 还是跟那些有关系的 来 这一支 资金集中化 这一支将是第四季的大黑马 各位 十几年来 你从来没有 我现在你平行 你先不要把管指数 今天跌363点 你忘了它 你把指数忘掉 你先不要看这个指数 你想一想 你过去这十几年以来 你有看到通膨 通膨会是现在的一种现况吗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未来的通膨 未来的涨价压力 可能很多股票 很多东西都会在涨 万物接掌的时代要来了 你知道吗 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你有没有听过 最近有些 我是听说 我听说 我没有说这个消息属实 说有些船航行到一半 已经跟那些船商讲了 那个船如果到目的地的时候 那个船我要定下来 不要给别人定走 我包了 为什么 要运什么 运煤吗 还是运一些货物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各位 这支股票 将是第四季的大黑马 十月星黑马 我清楚这阵子你觉得 老师 这阵子操作不好操作 我也知道不好做 可是 如果你来拿了我的股票呢 如果你来拿我的股票呢 今天收21.9 来 看这段VCR 导播 Check out 这股票 涨停板 我跟你讲 这叫抛砖引玉 公开完之后 29号涨停 30号大涨 今天10月1号 我跟你讲 以后我的股票 不甩指数涨跌 也许下礼拜一就开始反弹了 不管 因为资金要集中花 你有没有觉得说 这一两个月以来 能够大涨一倍的股票 很少 对不对 我承认吧 我也承认 这两个月以来 从大概8月9月到现在 能够大涨一倍的股票 很少 但是 各位 我可以找得到 虽然很少 我还是可以找得到 我跟你讲 最辛苦那两个月 应该过去了 从第四季开始 从10月份开始 像他这样的股票 像他这样的股票 我跟你讲 接下来会越来越多 我知道我今天讲这个 你可能没有兴趣听 敌人跌363点 你还是要 很多股票都在跌 技术现行都破坏掉 可是问题是 有些新的没有 有些新的题材 就算技术稍微有点弱势 但是只要资金在里面 只要资金进来 我跟你讲 有些股票就会转成 像这样的模式 未来 我是说未来 像这一支 到底会多少 扫描我的QR call 你去扫 这支股票 就是你的 各位 请你正视 因为已经有人在正视了 我告诉你 这次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这次的通膨 所引发全世界的一种 接下来要发生的一些现实 跟现象的话 各位可能 那个资金会做一个 大幅度的转进 资金的流向 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为了要因应 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 跟趋势 它必须要有所变 它必须要动才行 不能一直死守 在固定某些股票身上 它不需要做一个卖出 把资金转进到这些 接下来要流行 所谓的抗通膨 所谓因为能源危机 或是通膨涨价 所酝酿出来的 某些特定的股票 我跟你讲 这是未来的事实 我跟你讲 你真的要正视 我没有骗你 我没有骗你 因为这是十几年来 千斩难逢的机会 很多人都没有遇过 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哇 怎么涨成这个样子 那个行价 怎么涨成这个样子 很多的产品 怎么涨成这个样子 连那个煤矿 动力煤 都涨得快一倍 这十几年来 没有看过这种现象 现在都在发生了 我跟你讲 这一支 千斩难逢的机会 要大买这一支 要重压 因为这个十几材 一定要买到 一定要抢到 各位 它是谁 通膨涨价 加上能源危机 跟它相关的 它是一个题材 而且这个题材有梦 而且这个梦还会转换成什么 实质的获利 所以我跟你讲说 这支股票将是十月以来 最大的黑马 第四季的大黑马 就是它 它是谁 各位 包尔已经打包票了 FED主席已经给你打包票了 通膨 要到2022年 所以这支股票 跨年度 我认为应该是不会太大问题 它都讲了 到2022年 短时间会解决吗 中国的限电短时间会解决吗 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一支 十月新黑马 扫描QR库 扫描QR库 第四季最大的黑马 就是它 扫描QR库 十月新黑马 送给你 进广告 正大的年代 我们给你最强势的后援 188超值互助专案 帮助您战胜市场 重回赢家的行列 超值专线 银耳 报银耳 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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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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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尖團隊頂級享受 軟體下載專業研究 亞太國際證券投顧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 盡在亞太國際投顧 02-8512-5858 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 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操盤戰將 我跟你講 大盤這陣子 在拉回休息 興俊帶給大家的股票 你都知道了 你一定有在看我的節目 對不對 你都有在看我的節目 我這陣子帶給你的股票 推薦的股票 請你打電話來拿的股票 即便是這陣子 最近我公開的這一支 龍燈 我告訴你 這一支 我認為這一支應該不會輸給美額快 也不會輸給月豐跟玉姐 我認為不會輸給他們 因為它站在浪頭上 因為它現在是全世界最熱的話題 FED主席鮑威爾已經跟你講了 歐洲也在講了 各位 這就是一個話題 就是一個題材 司機會往那邊去 這個 通膨漲價加上能源危機 這個題材 這一檔股票 第四季最大的黑馬 就是它 掃描QR空 拿起手機掃描這個 這一支股票 送給你 我們稍後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選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